Hello,我是在生活的下班部 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穿什么上班呢 上期视频我们看了中国打工人的上班穿搭 本期视频我请到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姐妹 他们公司还是要求居家办公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她在家工作的时候的穿什么吧 Hello,大家好,我是GG 我现在人在新加坡 现在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 其实我过来的这四个月 我一直都是在家办公的 因为新加坡这边的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但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就是已经慢慢找到了在家办公的一个节奏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地给大家分享 我在家办公的一个日常状态 虽然说我人在新加坡这个长年 二十八三十多多的地方 其实我衣柜里特别多Hoodies 还有这种小外套 是因为我在家办公的时候呢 因为在空洋房里嘛 我为了保证舒服我就会穿外套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想停下工作 在家做些运动 这样我就会很快地把它们脱掉 然后就穿里面些运动服 然后在家做些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舒适加方便的一个组合 看看我一周五天在家都会怎么搭吧 周一就是工作心情最不好的一天 所以我就会穿我最舒服的Hoodies 这种就是那种超舒服 像空调背一样的衣服 这样套上在空调房里就超舒服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帽子这样子搭起来 就有种我沉浸在工作中的感觉 我里面穿的就是这个AloeYoga的一家裤 在外面穿会有点短 因为在家里超级超级舒服 这样的话就可以舒服的开始办公了 这个的话是一三瘦去年的一款吧 也是特别特别舒服的那种适合户外加空调房的衣服 感觉在家办公都没有什么穿的 大家可以分享难受 但是在家就是舒服为主了 然后下一件是一件痴的衣服 但其实我最近比较少穿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种外套对肩膀的负担有点大 在家办公的时候其实没有裤地来的那么轻松舒服 这件外套是Brandy Milven的 有一个1米75的大个 这件Guma在我身上还这么大 所以如果喜欢oversize的姐妹 我觉得这一件是特别好看的 那这样就是我的周四的一个衣服 我特别特别喜欢Essential的这个系列的衣衣 因为真的太舒服了 它怎么洗都不会变硬 然后我穿的是Emma 超级无敌舒服 我有好多好多颜色 到周五了就特别特别快乐 所以就会穿一个色彩鲜艳的 提前庆祝一周工作结束 这件是Well done的 它里面不加绒 但是也蛮舒服的 因为它够宽松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寒从脚下起 就是我每天下面都不穿很厚的衣服 但我觉得我是那种上半身会冷 但下半身感觉不到冷的 然后是希望下半身能舒服活动的 所以我就是每周都会在家这样穿 那以上五件就是在家上班的打工人 一周五天的尝试尽力去穿搭的衣服分享了 当然到周末的话 我还是会换上正常的衣服 用口舒适完的 但是在家办公的几天我就会追求舒适度 然后呢还有跟运动结合的方便度来穿 希望对你们有期发哦 拜拜 原来居家办公不只是家居服和睡衣 还可以穿的这么精致这么好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